在北京这个舞台上看到西朗的身影 你看水立方的舞台是一座爱的舞台 而且那是一个友谊的桥梁 那刚刚我介绍完了我的好朋友这位小将 接下来 大朋友 再介绍为大朋友 这位大朋友的身份稍微有点特殊 首先第一个关键词 他今年87岁了 第二个关键词 他是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位老者 第三个最重要 他是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比赛 他的名字叫化九生 掌声有请框老先生 框老您好 看到您非常的开心 大家好 框老能不能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 您为什么连续两次参加我们的水立方飞呀 谢谢您的心情 嗯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赛区的选手胖旧生 这位是我的老师陈默 我本人很荣幸能够和你们见面 今年四月 你不信我感染了生惯 发烧 头痛 碰着一点声音都出不来 当水立方 开赛的时候啊 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飞幅过来 我的家人劝我不要参赛了 但是我忍不住还是依然的参调 不是为了别的 因为参加水立方 能见到好多中国歌手表演 不看我的音乐水平 都能发扬我们的中华文化 这就够了 明年只要我唱得动 我还会参加 我会唱这首 我的中国心 王江长虫 王山黄河 为我尽忠 终于成绩 无论他事 无论他地 你终于一样气 留在心里 澎湃 澎湃 这种的故意 又算生在台湾 也开遍不了了 我的中国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